現在香港有一個很缺乏的 叫做Common Sense 如果政府政策時時都是用一些 迂迴折曲指鹿為馬 透換概念的方式來說 大家當然不明白 這是政府的責任 不可以說你不明白 很複雜的 那就不說了 是嗎 Hello 大家好 Hi 為什麼我不明白 今天是2017年的9月25日 今天隊長和Alex生日 他們兩個同一日嗎 對 同一日 雖然你們不會聽 三十八六 三十八六 你的隊長毫了電子琴給我 我星期六去搬 所以你真的要謝謝你 說三十八六 讓我家裡找舊東西 當三十禮物送給他 我覺得挺好的 沒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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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用資源 對 誰是狂的 按LIKE 我是Mail Hello Mail 你好 應該是Mail Mail 你好 今天就 沒什麼 話題不多 我是John Sam Billy接下來這四個星期 都缺席 相信是 香港的墮落 因為他 沒錯 沒錯 喂 你已經成功做了一隻港豬 其實我也成功做了一隻港豬 其實 你作為 你這樣做了一隻港豬 看看Billy剛剛在說你 喂 你做了一隻港豬 你做了一星期趁今天 去為這個社會發聲 太無恥了 哈哈 那他又會跟他說 我要為香港發聲 我不是只有一個星期 只有一天 是嗎 你有沒有用淘寶啊 又是說來說 我們上個星期 因為Billy都在日本 是 你有沒有說過 Billy想做一件事 就是有關於特色公園 是 我說錯了名字 他的名字 應該是叫做 還我特色公園大聯網 還我特色公園大聯網 我上個星期不知道 說了什麼 噢 我記得是這個名字 Billy說過 不要緊 下個星期就是中秋 下個星期就是中秋 下個星期是4日 10月4日 是 中秋節 那 我現在還沒吃過月餅 我有 我昨晚吃了 我還沒吃 因為昨晚我外家親戚那邊 又做了個節 因為我回家吃飯 那些月餅 被我妹妹和爸爸吃光 你家吃什麼牌子 美心 美心 OK 他是什麼流心月餅 我昨天吃的那個 是奇話 名牌 香港人的手信 香港人的月餅 因為昨天 因為有幾家人一起吃 叫做擺兩圍 去到酒樓擺兩圍 我去到的時候 那些長輩在那裡打麻將 我們做小的 坐在一旁 看到我 有月餅吃 然後看一看 奇話 呃 缺步 沒有的 百無禁忌 不是 喂 你吃冰皮也是這樣 你們 有什麼問題 冰皮 傳統不是吃冰皮 傳統月餅 不是用來吃的 傳統月餅 你又說傳統月餅 我不知道是不是傳統 歷史上有事件 當初 利用月餅 傳遞革命的訊息 革命的訊息 將一張紙放在餅裡 那時候我看到這些橋段 我也是從金融的小說看到 是 就是以天同龍記 是 但是其實中秋節的起源 跟上俄斌月有關 其實月餅跟上俄斌月有沒有關係 自己的估計就沒有什麼關係 我真的沒有聽過 那當然 你說這些傳統的東西 我又不是說真的 說得很熟 純粹都是因為 以天同龍記而知道 是 是 當年月餅 放了一些革命訊息 在裡面 傳遞給 當時被壓迫的人民聽 知道 那天 就要起義了 是 是 用來打卡 約時間 現在就是打卡 以前的月餅用來約時間 是 我記得當時那張紙仔叫做 吃月餅 殺塔子 是 是 殺塔子 那時候殺蒙古人 是 對 另外 你說這些 可能都是典故 但是在我來說 中秋節 其實就是 小時候就是 現在都沒得煲 煲蠟 煲蠟 偷偷地煲 上月 因為真是最靚的 是 正月八 即八月十五龍曆 月光是最靚的 有大有光 是 是 有圓 最圓的 你又奇怪 這叫做 農曆的力法 真是 很神奇 是啊 真的計得這麼準 是啊 是啊 真的 我們這個 大鼠 零食熱 我們這個 中華 中華五千年文化 是 因為光管 應該開後面 還有我們頭殼頂又黃 前面又光管白 是有點 不要緊 不要緊 都不是看你的樣子 都很帥 我啊 是啊 當然來 那麼 這個中秋節 就說起奇話月餅 因為 因為我記得往年 我家 在我的印象之中 一定是吃榮華的 不知為什麼 以我印象之中的榮華 其實她的 罐 那個包裝 好像沒有怎麼變 是 都是很忍傳統 是 感覺上好像很老套 很老套 不過我覺得她 挺堅持她這個傳統 是 是的 因為我想每個人家裡 一定有一兩個 這些 而且她 花款不多 都是傳統 是 雙枉連容 是 那些什麼 七星半月已經很大盒 那些很少 家裡會有 是的 那 關於這個月餅 上個星期 有一顆花生 話說這個奇話月餅的廣告 廣告 因為其實針對地鐵廣告 是 地鐵廣告 有個人 就拍了一張poster的照片 因為他發現了海報上面 阿邦說他家裡吃美心 他家裡吃美心 即是BP也吃美心 很難說 可能米雞 可能他老婆家裡 你本說米雞也不知道 說到老婆 真的出事 有個人發現了地鐵奇話月餅的廣告 上面有一朵花 他的背景 是的 也不是背景 他是前景 他蓋在曾志偉前面的那朵花 我印象中好像他在後面 不是 不是在前面 至少是清楚看到的 那朵花原來有明堂 這就是日本用來拜山的時候用的花 叫做彼岸花 彼岸花 這個本身就是這個人 第一個拍了這張照片的人 他只是提供了這樣的資訊 沒有說一個很詳細的解說 那轉個頭 這是我們香港出色的文人之一 誰 陳雲老師 獲師 陳文老師 你說文人 就太貶低了國師 這樣也貶低了 國師大很多 國師 一人之下文人之上 當日是這樣說的 當然他是一個教授 對中文很有傳言 對中華文化 華夏文化 也是非常熟悉的 這是莫志儀的 是 莫志儀的 不是抽水 不是抽水 不是 真的摘在表面 對 對 不是 因為我對花不太熟悉 初初我以為他 後面綠色那棵 綠色那棵 這棵荷葉 荷葉 荷葉 有提到這棵花的背景 關於 如果在我們 在於 炎王子孫的人 會怎樣去對待這棵花 去到哪 就算那張圖 是 是 我預約了 我預約了 你可以在這裏找回 可以可以 那 結果就引來了 各方人馬 就過來 參與 參與 參與一腳 就燙這一趟混水 這樣 那麼 大志郎就說 喂 你這個 那麼差 那麼大 那麼大 是嗎 中秋節我們講的 是人月兩團圓的 那為什麼你做到 拜山用的花 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還有 之後就開始發酵了 那件事 包括說什麼 劉心柔拿著油紙扇 大鬧廣昌龍 是 大哥 之後就開始慢慢失控了 喂 只是曾志偉高於劉心柔 這個廣告都夠邪了 這樣 這樣 也都 這些是放大到 對 也都有人說 這個廣告 根本他整個概念 根本連同他的TVC 他整個概念 就是抄一個 一個中國的藝術家 是 的一套作品 這樣說 我覺得這個抄不抄呢 我都還覺得很主觀 嗯 我又覺得就是 是 我覺得是致敬 其實 又不是說 非常之特別 本身這個設計 是 應該說 這個風格 是 眼藥 眼藥 要撞就很容易撞 是 所以你說他是不是 真的有看過這個藝術家 而從中有靈感 而做這個廣告 不敢肯定 不肯定 有可能也不出奇 不過可能就是 始終 可能那個色調 實在是一樣 是啊 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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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是一樣 所以不可以說 純粹 因為感覺 或者色調 相近就說他抄襲 這顆花生 最嚴重的點在哪裡 就是 這個廣告的設計人員 那間公司的那個 我不知道他是導演 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 出來支持 出來吵 這樣 解話出來 不是解話 直接是 直接是 反擊 對 直接是反擊 這樣 話說這個人 叫做 明日賢 不是 明日賢 Sorry 明日賢是被人罵那個 話說就是一個人 叫做明日賢 他就上網 不知道 就說了一件事 不知說了一句 類似這些 一套戲 有人說好看 有人說不好看 難道說不好看那些 又是打手嗎 就是被人說他是打手 這樣的意思 其中一個 應該就是他 廣告公司裡面的人 其實我也不知道 他是什麼職位 他說 行了 你最有創意 直接一點 你之前買了一些奇話產品 令你這麼不滿 還是 還是 哪間 還是 你在哪間公司做 這樣 這個人叫做 米痴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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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 截了明日賢的一張圖出來 就 這樣 開頭 那些人就以為 他旁邊那些字 那張字 寫什麼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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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就以為 就是這個米痴仙 幫他加進去 以為就是 哦 別人說他的意見 你走去別人的Facebook 拿別人的圖 去改圖 改圖 算勾引 但其實不是的 這張圖 也本身在明日賢的Facebook 找到的 那樣 那樣 結果就一路 一路 這樣搞下去 那樣 結果就被人 當然就被人圍插 是吧 那 也都 到最後 他就 算是跪下 起碼就是 選擇了三個帖 這樣 收皮 不說 但最後呢 我記得 他是這樣說的 他就說 猜不到 猜不到 香港人對於花雨 這麼有研究 真的 既然大家這麼不滿意 那我就 閉嘴 那我不說 好啊 閉嘴 問題是 我覺得他這一句 他沒有錯了 香港人是不是真的 對花這麼有研究 當然不是 就我自己 我完全不認識 是 劍蘭 玫瑰 有所認識之外 知道他什麼樣子 我不會拿菊花來做喜慶節日用的花 女朋友生日送劍蘭 不會 康乃兄姐用來送給老母 你不會送給女朋友 最大怒一點 你說 彼岸花 你可能 你聽過我的名字 你可能 聽過這個名字 萬珠沙華也聽過這個名詞 是 但是你說 那張花是代表什麼 或者什麼場合會使用這些花 其實 沒有人 這宗奇話事件 完全沒有人知道 是 是 因為他原本有一個 這個叫做歐陽 歐陽粗 沒有過真名 我覺得 整間公司 沒有過好人 歐陽粗 因為他曾經 他不知是他公司的 不知是什麼人 他就有說過類似的 他就找了一篇文獻出來 不知是什麼 不知是什麼 物經物經 他就說 這朵彼岸花 其實也都是 他有一個祝福的意思 在裡面 就跟陳雲所說的意思 是南沿北徹的 是 於是 我又不得不去問 我又不得去想 就好像我們那時候說的 炒貴雕那件事 還記得嗎 我們那天說的 喂 一個人走出來 他跟你說 炒貴雕是辣的 什麼 誰說的 誰說炒貴雕是辣的 我吃過的炒貴雕 都不是辣的 你騙我 如果這個社會 出現這樣的人 有多奇怪 一點都不奇怪 你說 彼岸花是日本 桑禮湯 你說啊 你講嗎 明明這裡就說我們祝福的 法國 成人禮的時候說我們祝福 你年輕人 長大成人 是 純粹 純粹 就是 喂 如果 去到這個位置 你說真的有個人 跟你說 被案發 但是 我又是那件事 又是那件事 當你已經成為了一件事實 他擺了出來 喂 你用了被案花 去做一個 用來慶祝人月兩團圓的 節日的一個宣傳 一個道具的時候 有人說你 喂 怎麼搞錯啊 人月兩團圓 為什麼你搞到這樣的花 什麼啊 你看清楚先 這份文獻寫的 這張花是用來祝福大家的 這樣 這樣 的時候 與此同時另外那邊 又走過來跟他說 什麼啊 拜山先勇的 這些花 那你怎麼自處呢 我覺得你應該自處那件事 是什麼 因為你是始作俑者 是啊 你是那個創作人 你第一件事是什麼 你虛心學 原來是這樣嗎 那我下次留意吧 因為我不知香港人的習慣性地不去不求甚解 譬如說我覺得這朵花漂亮就是用 這朵花到底有什麼意義的話 他從來都不會去深思 或者去了解這朵花實質的意義 或者傳統的節日怎麼用這朵花 他不會深究 純粹覺得漂亮 漂亮就用 朵花趁這個色調 他有用 是 如果你真的不去深思 到底所有東西都有一個典故 所有東西都有禁忌的 有時禁忌的 有時禁忌的 都有禁忌的 都有禁忌的 那你不去深思這件事 總有一天 可能今次你就叫做禁忌 很幸運 是 其實我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都是叫做人抄襲翻身 都沒有什麼大的損失 對於你奇話來說 你的損失 我覺得 都不會對你的聲譽 或者你的品牌有什麼影響 我覺得 純粹是一個設計上的 沒錯 本身 奇話 可能在這個奇話的這條廣告片裏面 七百多個留言 在這七百多個留言裏面 老實說 影響到你奇話的銷量嗎 影響不到 根本就不可能 影響不到 第一 好像我這樣 結果我也吃 很好吃 結果我有耳無 現在我也吃了 還有 奇話 也很明顯 現在不只是賣給你 是 結果 前兩天有人拍到 上個星期 有人拍到 又是大排長龍去買 那些東西 根本就不會有影響 反而我想說 第一 你作為這個廣告的設計者 廣告的設計者 當你設計一件事出來 坊間是有人和你的理解不同 而是因為你是設計者 其實 如果拿回炒貴丁那件事來講 可能 那間茶餐廳 其實他都可以考慮這件事 香港真的有人知道炒貴丁 一定是辣的 加一隻辣椒仔 對 不如我量一個不辣的炒貴丁 有沒有可能 師傅 你這樣才進步 不是死撐了出來 對 炒貴丁是辣的 很理想 上次是那個爸爸 去百分之差 其實 如果那個爸爸 他用另一個方法去百分之差 可能他會贏 你想一下 可能他會贏 可能我們扔那個是那間茶餐廳 扔你們變通 行不行 人家帶著小孩子來 喂 他的兒子幾歲 一看就知道 你小孩子都不應該吃辣 是不是 你作為一個適應 如果你較為體貼一點 你是不是可以多問一句 喂 你小朋友吃辣的 先生 這件事 是否馬上疏苦很多 是嗎 喂 現在同樣 這件事 陳雲 是嗎 你不要質疑陳雲 對於華夏文化的理解 是不是 當他舉了一個這樣的例子出來 喂 你 撐什麼 其實沒得很撐 撐什麼 喂 老實說 你撐了那份文章 我記得他不知說過什麼 聽都沒聽過 那篇文章 老實說 你可以當我認識少 但是你問心 找回這篇文章 那個廣告公司那個人 當初你決定要放這朵 彼岸花在那裡的時候 怎麼會因為這篇文章 就手 你只是想要放這朵 我只是想要放這朵 對 對 你這樣就多了 你真的跟我撐這些 你不會想著說 我查過 這朵彼岸花 日本桑梨用 對 香港人不會那麼 留心去查朵彼岸花 什麼 對 也不會很多香港人知道 這朵就是彼岸花 根本 就算是覺得 分得很漂亮和不漂亮的一項 對 誰知道你就是那樣 其實大家都在這死撐 現在 對 包括這七百幾個留言的人 老實說 這是一個事實 這個廣告 八月初 十幾日 八月中 出了街 喂 你知道這首歌 我仔會唱嗎 我沒聽過 什麼謝謝你 謝謝你 普通話 對 沒辦法 我仔記音 記字 我仔會唱 播了很久 是不是 當然 你說地鐵那個廣告 可能真的 上個星期才見街 是 有可能的 好了 但是 事實上 如果不是因為有人 有陳雲 一個叫做 對於華夏文化的一個權威 他走出來說 嘩 這朵花很有問題 加上 奇話是 什麼 他說你暴動 大家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 沙田光復 光復沙田 他貼那張紙 下半集 因為暴動 暫停營業 哦 你敢說嗎 這些說話 你犯眾憎 你這些事情 還有 嚴格說 不要說犯眾憎 都是 那一小撮人 老實說 是啊 因為 就算你做什麼設事 你的業務也沒什麼影響 是 也不是為了做你生意 也不要說完全不做香港生意 有時候可能我去台灣 我想買東西給台灣朋友 去到機場有什麼就手買 就是奇話 那也是 你有什麼選擇 榮華 榮華老婆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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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華都可以的 榮華都很傳統香港的味道 因為說老婆餅 我覺得榮華老婆餅 榮華是好吃的 榮華是好吃的 好了 我的感覺就是什麼 大家都是一窩蜂 我們之前 我們經常笑到蘋果日報的讀者 經常笑到蘋果日報的讀者 那些留言 蘋果日報說 為抗進與平反 對了 平反了 你有沒有看過內文 昨天 昨天是國際標點符號日 國際抗進與日 國際標點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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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英文的標點符號 還是中文的標點符號 如果用國際應該是英文 國際語言 但其實也是 為何英文的逗號和中文的逗號 都是用什麼逗號 不同的 中文的逗號 譬如當你橫著 中文的逗號是在中間 英文的逗號在下面 全馬和半馬的分別 正在中文的逗號 一踢就拋鎖你了 真的拋鎖你了 那真的不同 擺位上 你又對 OK 但是也是那一撇 一撇 你反轉撇 那頓號也是一撇 頓號那撇 打橫的向下 所以也不同 兩個都是一撇 一個高一個低 對 那你那個 英文的開褲口 山褲口 就是一撇 上面撇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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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中 那 你變成 我的感覺 我覺得很差的 其實就是這個 我們經常都說 你有沒有一個獨立的思考 其實我覺得你稍為有一個獨立的思考 其實很簡單 你這麼不滿意那件事 你真的不要想 是啊 你真的不要想 你不要想吃 好像拿Billy做例子 我們 不要只是Billy 你這麼不喜歡中國 你這麼討厭中共 這麼不喜歡中國人 這麼不喜歡 Made in China 不要淘寶 最低限度的要求 你不要一邊就 很痛恨中國人 很痛恨中共 痛恨中國人 來香港搶資源 但是你轉過頭 就說 今天先淘寶 今天先淘寶 我下去順風拿東西 不要那一套做那一套 然後還告訴別人 我家中的做法 好嗎 淘寶 要賺二元 你要不要一張我幫你圖 為何又來了 是的 你不要再理會 但是你說奇話 是 你說奇話曾經是做過一些 令你覺得非常討厭的 又或者是 甚至乎是 你說曾志偉做代言人 你已經覺得很討厭了 你可以的 你可以這樣去說 但是 你要去看這件事 人家要用不用皮岸花 那件事 你不喜歡 你就不要吃 當你要真的去參與一份 就像這些 放心 今天肯定 大買 買來送給仇家 這些 抽水 懶得 懶得不切 不是 以為很幽默 不是 以為很可愛 其實算了 其實算了 有什麼好屌 我想來想去 我都不明白 這件事 最好笑的是 一些KOL 一些KOL 是吧 他們拿這件事去抽水 他們是做這些的 是啊 他們的工作就是壓力 抽水 抽水 他們不拿來笑 他們拿來笑是應該的 是不是 好了 我們這些普通市民 有一個叫做什麼 這個好笑 這個叫做廣告 是不是這個 我想說這個 因為有一個叫做廣告 那個 我突然忘記了 那個叫做什麼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 我忘記了 我好像沒有 那個 公關災難 不是 公關災難 這個就沒有什麼 這個都是抽水 有一個叫做廣告狂人 對了 有一個叫做廣告狂人 是 那他就 他就 他就在那裡指喪馬懷 一些KOL 就說 喂 這件事 那個抽水 什麼什麼什麼 因為同期 話說機場也有出月餅 你說機場管理局 是啊 不知道怎麼有節 還是什麼東西 他整個廣告 又是 藍色的 有一個藍色 兩個燈籠 就是風琴摺的燈籠 又有人 就跑去抽水 好像就是這個 什麼 廣告狂人 這個 這個 倫敦人妻 先生手記 他也是一個出名的KOL 叫做 我沒有看過這些 他就 他就 有份去 又是運這一趟 機場的這趟水 就說 喂 這個 就說 喂 藍燈籠 就說 這個 應該有特別的意思 是的 譬如那些人搞喪禮 用這些燈籠 那些人就 爺餘說這個藍燈籠 就是這個藍燈籠 但是 廣告狂人 他就說 根本就不同 是吧 為鬧而鬧 是吧 你們這些人 喂 他最後一句說話 就是 叫你的人 不要跟著KOL 起舞 這樣 這個時候 這個倫敦人妻先生 首記就串鈎他了 你也是KOL 那你寫給誰看 那這些我呢 你真是詭捷 你寫給誰看 其實這些質素的對馬 就沒言沒了 是 這個當然是 因為 你廣告狂人 又真是賊 為什麼 他被人搜尋到 哎呦 他幫奇話賣廣告 哦 沒事的 不是的 他那個是 其實 其實 廣告狂人 你 就算他去抽奇話水也好 幫他賣廣告也好 到最後 誰得益 又是奇話得益 但是其實沒所謂的嘛 說真的 你誰得益 就是你 因為 都是那句 你奇話 一間這樣的公司 你不會因為你罵完你那兩句話 就 倒閉的嘛 是 因為就好像我剛才說 喂 喂 你什麼 我不小心吃了兩楷吧 是不是 罵的這班人入面 你敢不敢告訴別人 你家裡一盒奇話也沒有 在我家裡沒有 我吃美心 但是都是是的 暫時 你不是照樣你會有朋友 是 你到時 去到那天 你看你去誰家開P 那時候 拿出來 又可能是奇話 是 沒有意思的 這句話 因為 因為 事實上就是 中秋節 中秋節 你要吃月餅 老實說 有什麼選擇 我問你了 其實有很多的 不過那些選擇 不是大陸選擇 對 你說大陸選擇 來來去去都可以 那幾個牌子 奇話是最大的牌子 沒錯 也是最難避開那個 榮華也流行的 美心 榮華 奇話 這三大牌子 至於你說的什麼 聖安娜 那些 東海棠 那些 什麼半島酒店 那些更加少 你好像大班這些 直接放棄了傳統月餅市場 我從來不吃冰皮月餅 我不喜歡吃的 一時時 我都是朋友 去到外母家吃飯 有就吃 是這樣的 所以 你真的沒有意思 而是 我們要在這件事裏 我們其實 我們要什麼 我們經常都說的 吸取教訓 喂 我也不明白 從什麼時候開始 你作為廣告公司 人家去吵咬你的廣告 既有這些 你別說吵咬 笑咬你 其實 我也不明白 從什麼時候開始 誰教你廣告公司 要出來跟別人支持 我真的沒見過道歉 不是 這樣 真好笑 真好笑 喂 我們經常罵政府 這個高官 做錯 那個高官又糟糕 是 吵咬他們從來都不認錯 死刺難刺 是 其實 看下去 這些所謂的 叫做 貼地的 基層市民 什麼都好 公司 大機構 什麼都好 其實你犯的錯 跟高官一樣 是 就是說那些 不應該說的話 其實每個人都有可能會犯錯 但是最重要的是 小時候都會 知錯 能改善 是 其實認錯 或者道過歉 其實 不是很難的事情 而且對你公司的形象 不是太大 不是 最嚴重的是 你廣告公司出來支持 影響的是奇話的形象 哪個人這麼笨蛋 很簡單 好像 你那些 馮偉剛出來 好像何君堯 你講完這麼笨蛋 你影響到誰 你影響到誰 你影響到共產黨 其實 那個形象 那個印象 當然 你會刺激到 一些人 你會刺激到 一些人 那些瘋子 對呀 何君堯說殺無射 你老母明天 我就見一個打一個 可能是這樣 我不知道 如果你真的這麼笨蛋 我沒有你 但是 事實上 你做出一些 這麼笨蛋的事情 你影響的 你何止是 共產黨 你還影響到 你身邊的 你們所謂的 同路人 這個 下一節再說 那好吧 如果你好像 廣告公司那樣 我說你的 我說你的廣告 很奇怪 說你的廣告很好笑 哪有人用 用這朵花 來賣 這個 中秋廣告的時候 你出來支持 你出來 還要是 輸 你說你 除非你拿到 那個 那個道理 是大 你啦 陳雲你說的 是錯的 你補充回來的 那篇文是假的 那你贏 你又不是 其實他想用這個方向 就是去說另一個 說法 是啊 但是因為他那個 說法就是 但是他完全沒有辦法 去 擊破陳雲的說法 是 如果他出來支持 除非是陳雲說的 是假 是 如果他想用另一個說法 去回應陳雲的說法 其實是 輸的 火上加油 輸的一定是 自己 輸的一定是自己 沒錯 還要是 還要是 你出來支持 你夠膽 就拿你廣告公司的名字出來支持 嘩 你不要裝了 你那些什麼 什麼歐陽粗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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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跟我說 你身份證真的 歐陽粗 你這間廣告公司 吃屎 你 你 又要威又要戴頭盔 你肉 酸 喂 我是奇話 我是奇話 行了 你打電話來 你不用再打電話來 我真的不會聽 是啊 中秋快要完 是啊 過了中秋先 因為我從這個行內的角度去分析 為什麼他要出來支持 我覺得是因為什麼 這個是我朋友 我的同事 一個猜測 肯定因為還沒結帳 你想一下 如果 奇話還沒結帳 那間公司 出來的廣告 被人打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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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麼追數 尾數呢 啊 奇話 你那單尾數還沒走 我們還在統計中秋的損失 晚點回覆你了 拜拜 哈哈哈哈 這樣你就大糞便了 是不是 你弄過這麼大的廣告 你覺得多到不少錢 這個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這個廣告行內 到底是那個 那個 那個 來往 是不是真的會 到 完整整個廣告 才會找尾數 一定有數期 起碼 起碼他不會 給你錢 才叫你做 是不是 一定是 前期中期後期 之如此之類 他不會給你錢 你才做 是不是 出了什麼事 你又不會 我怎麼追回來 是不是 好像這樣 好歹味的奇話心路 好歹味 找完 那個廣告公司都可以說 我給你看了 你說沒問題才出 他可以這樣支持 但是 喂 我沒有人叫你出來跟我支持 那也是 沒有人叫你 沒有人叫你 去跟網民吵架 現在你跟網民吵架 那些人就入我奇話數 你都不見奇話又出來 回應 當然不出聲 因為他都會這樣想 你們就不想了 關我什麼事 是啊 但是 當真的他計算出來 有什麼損失的時候 他就進入你這間廣告公司的 為什麼 是你走出來 就可以跟網民吵架 傻氣 是 是 哪個人這麼笨蛋 才可以 還有真的無謂 無謂 無謂 黎昌摔角 是啊 還有 你做了這麼多年的香港人 但你明白一件事 過兩個星期沒什麼 還有 最重要的是什麼 道歉 道歉真的很重要 是啊 這個世界道歉真的很重要 就算我們幾無道理 我們幾無道理 就好像中間有些留言 他也是這樣說 喂 就算我們罵得你幾無道理都好 那你的廣告給誰看 給我看 其實是給我看的 那 我對這件事表達出來的意見 原來不可以 要給你 回頭 說我是打手 你沒什麼 還有這個也是一個 叫做網路生態 是 如果有些什麼不對路的話 喂 我還跟你去客氣嗎 還跟你去想 我會不會影響別人的生意之類 喂 我只是說那句 我覺得是有些不對路 就留言罵 是 好像昨天 昨天有一宗新聞 難道我下舖子罵嗎 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下舖子罵 沒有 沒有 沒有人這麼狠狗 陳雲都不去 神經病 難道陳雲走去人家旗艦店 喂 為什麼你這裡又打起案發 我猜 大家利是嗎 我不買你的月餅 我走 他就對你來說拜拜 你就沒辦法買就走 下位 下位 下位這邊 是 給錢這邊 你要多少個合月餅 又是這樣 浪費夠氣 那好了 昨天市政局 市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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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一個新聞 他就這樣說 這個市建局的主席 我忘了叫什麼名字 因為市建局的這個人 尤其是觀塘區 其實觀塘區也實在有太多的類似重建 那些什麼東西 那些項目 話說 御文方本來 市建局主席是蘇慶和先生 蘇 葦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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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總監 葦智成 他就出來發放了一個消息 這個消息 其實這件事是挺搞笑的 話說這樣御文方重建 是啊 他說原本的設計 他重建的設計 就是一個 一個雞蛋型的地標建築物 我心想他就這樣 雞蛋型 你媽媽怎樣 雞蛋型 好像科學館 小巨蛋 不是科學館 科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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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館不是有個大金彈 那個高坤 什麼會議室 他有個大金彈 難道他是那個 然後 他就連續新聞 就播出他那個 建築圖 3D圖 哦 都是商場 你媽媽 都是雞蛋型地標 他就叫一堆 明顯 一個玻璃 像一個雞蛋型 是全部都沾的 那個玻璃 像個巨大家的位置 像一個巨太寵方 一大塊大的玻璃 一個雞蛋型 但他就說 他就決定了 那個桶 不建這個雞蛋型的地標 改為建另外一種建築物 他說為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當中涉及到一些官司 官台等待他再說 等待你等下個月 重建完也未說到 你繼續說 等不等 不等 Samer說不等 他就說 竟然涉及到一些逆權侵佔的官司 那我就很奇怪了 當初你拍板電影之前 你不是收購了嗎 應該搞不完 你現在才跟我說 原來中間還有一些官司還未搞定 我們無法建造 所以我們改 那我就想問 你現在說改 到時候官司如果贏了 如果政府贏了 那怎麼辦 又改 那你只是玩東西 跟高鐵一樣 先斬後走 是啊 然後他最划算的是什麼 哦 這個決定 其實如果他們更改這些決定 你是要有一系列的手續 譬如咨詢 那些資餘此類的事情 你是要做的 沒有了 不做了 沒有了 因為 又是那些理由 那些什麼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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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不等 那些什麼 等等 又要吃多少錢 那些資餘此類 那些說法 他們說是 他們就說溝通有問題 那原來 因為 這件事要改 改造另一種建築的時候 他就說 原本就要向外公眾 就是交代 起碼是 他們說溝通有問題 所以我們之前沒有說到 現在我們已經發辦了 遲了說 就 sorry 喂 又是那樣 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 死不悔改 叫你道歉 又或者是 你不出聲 沒有人說你啞 如果以廣告公司為例 是不是 那好吧 現在倒一轉 好像這些 市建局 你們這一班 你說這些 是不是算是做官 你說真的也說不上 是不是 好像偉智誠這些 我也不知道 我可否稱它為做官 也不是 嚴格來說也不是官 可能是壽薪 公職人員 有良出 有公職人員 又未必是官 公職人員 那好吧 你舔了爺 舔了爺 這麼嚴重 老實說 那件事有多嚴重呢 不是說你走出來跟我交代 你放心 那些建築比例 商店的比例 陸化的比例 那些休閒地區的比例 不變的 你就可以隨便改建築了 隨便可以改了一些 一組談好的設計 的時候 你不就變成 原來你們連市政局 我們都是沒有網管的 市建局 市建局 都是沒有網管的 完全不需要按規矩 不需要按程序做事 沒錯 因為最重要就是程序 政府做事 程序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每一次 這些大型的 基建工程也好 或者重建的方案也好 鑊鑊都像高鐵一樣 大鑊鑊 全部都要硬上馬 為什麼要硬上馬 因為 還不上馬的話 所有成本都會上帳 要快點興建 然後 然後 當你再興建一半的時候 超資 拿多8億 我又要給了 超 所以不要說什麼 接下來重建這個計劃 到最後 就是要 夠子馬鹿 夠子馬鹿之餘 之後又可能有些爛尾 之後又要延遲 又延遲 然後又要去立法會拿錢 是 沒完沒了 沒完沒了 這個永遠的一個循環 你說他有心令無意呢 有心 有多奇怪 是不是每次都這麼巧 每次 港珠澳也好 高鐵也好 機場三跑 遲些不知道會不會 因為我不知道 如果我說他是故意 我怕我會被拘捕 是 現在也是 純粹 你沒有證據 亂懷疑人就是誹謗 猜不行 猜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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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你可能是 猜你是女人 你錯 那你就不可以再說我你了 如果你再堅持說我你了 你就誹謗我了 這樣 唉 所以真的不能搞 這件事 我們休息 讓Billy回去再補充 觀塘的重建 他應該有很多體會 是嗎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從大陸廟 到大陸廟 到大陸廟 你 你 在大陸廟 在大陸廟 你 在大陸廟 在你的大陸廟 你 在大陸廟 我 我 你不可以看到你 在大陸廟 我 在大陸廟 你不可以看到你 我 在大陸廟 我 你 你 i don't know why you know that i will do my best just to see you there just to see you there in my best you are well lying there just to see you there just to see you there fure is walking by your side so close to the earth i can't see you in my dreams i don't know why i don't know why i can't see you there ap 第二節 Hello 剛才那首是甚麼歌 剛才播放了一隊大家都很少聽的 來自一個戰鬥民族 俄羅斯 俄羅斯的一隊獨立樂隊 叫做Motorama 首歌叫做MT Bad 因為上星期又來了 香港開了一個Live 我覺得是第一次去的一間Live House 叫做MOM MOMLive House 在哪裡呢? 可以說嗎? 在袍杜山那邊 可以說的 這是一個私人派對 有幸可以去看 很適合我聽 很簡單的曲風 很簡單的樂器組合 大國旋都很好聽 大家可以聽聽聽 一名男子涉嫌非禮 一名男子涉嫌非禮 三個男子強姦了 一個男子非禮 三個女子被捕 即是案件涉案的人士 應該超過四個人 有時候這些位置 我也是覺得 令人覺得很不舒服 有時候 中文字 為何大家覺得可以這麼隨便 那些什麼 兒子生性病無配感安慰 那些 那些 挪威農民餓死予四百豬 判囚一年 為何這位朋友突然間 什麼 挪威農民餓死予四百隻豬 被判監一年 那該死 很合理 你為何不肯餓死予四百隻豬 對不對 那些標題又是用字用得差 是 看來好像 四百豬判囚一年 農民餓死 又有 不知為何判了四百隻豬 坐一年監 挪威農民餓死 遇四百豬判囚一年 把那些符號放在哪裏 另外有一個 到今天我還看到 人民力量當日的選舉廣告 上年一年前的選舉廣告 就是王浩銘和大狗 小巴的陳真 他後面那幾十字 反貧窮 反壟斷 你明白嗎 你寫反貧窮 那當然 其實很多時候這些事情就是這樣 我們直觀的第一個看法 反貧窮 我當然知道你 其實你是在說什麼 但是 當你又心想一層 以中文的角度來看 你這三個字真的寫得極其噁心 是啊 即是有些貧窮的人 你去揍他嗎 就是 你怎麼反貧窮 真的 因為你一向政治團體寫的標準 想什麼反貪窮 那些什麼反貪窮 那樣負責 那詞是負面才會反貧窮 貧窮本身是負面詞 但是他不敢想 他想貧窮 因為他貪窮 他想的 他主動他做 但是貧窮他被迫的 你還要反貧窮 即是字面這樣說 所以真的 就是 中文有時候的東西 即是 即是不可以隨便 對 你看下去 怎麼要用信口 反貧窮 反貪污 但是有些人 可能你會覺得 譬如是 他中文不好 有些人是 即是有些中文不好 或者他太過輕視 中文這件事 但是有些人 你會明顯地覺得 他的理解能力是有問題的 譬如 這就是我們上個星期 我們完全沒有留意過這種說法 是 完全沒有留意這種說法 如果不是王陽達說起 我都不會叮一聲 是呀 這個點子很重要 就是什麼 話說上個星期 何君堯 到處跟別人說 什麼 殺啊 你說港獨的就殺 我也選過你的燈 是呀 我也覺得是 搞得我好像 不是 如果我站在中前多一點點 這樣說就舒服一點 這樣又太暗了 對呀 對呀 開一點 這樣 這樣 平衡那件事 舒服了 舒服了 對呀 平衡了 整件事 這樣 那麼 王陽達提醒了 他提醒了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什麼 他就說 何君堯和曾樹和早前提出要主張港獨的人殺 無謝 分開的 這三個字 其實是 這些言論雖然值得譴責 但譴責還譴責 泛民都沒有理由聯署要警方和律政司 用公安條例對何君堯進 採取行動的 喏 因為我的理解是 當你何君堯這樣公開在這裡說 就還要是 他有附加說明 殺就是殺 你搞廣道 你在戰場上 敵人都用來殺 你搞廣道的人 不殺我們 幹什麼 你們兩個的樣子 不是重點 行了 你聽吧 這麼多事 幹嘛 你看著我們兩個的樣子 你不是要看 你不是要看 那 要是你過來 如果不是重點 你就不會留言 嘩 這樣 因為我理解的就是 當你何君堯 你已經再一再強調 再去具體地去說 你說那個殺 在說什麼的時候 喂 那我們作為一個普通市民 我們現在會說 哇 即是怎樣 你是當街 你叫人殺 就好像我們上個禮拜說 喂 如果你這樣說也可以 那你就不如 你就炒進去中大那裡 殺了周樹峰 是不是 因為 如果 像你講的 殺無赦 搞港 港獨的人都要殺 那時候 喂 如果你這樣都可以 你都不用被人抓 那你殺人我都可以 喂 你警方沒有理由會覺得 就是說 喂 他講而已 他都沒有做 我不可以抓他的 喂 如果你這樣說也可以 那為什麼之前會有人 會因為他講了一些說話 鼓吹那些事情 而在你們口中的視為犯法 是不是 當日 這些人經常都會舉個例子 有人說過 屈永賢要滅全家 是不是 人在 他 不知道在 刀登地那裡 寫了一句 那些說話 專欄 不是 有網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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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永賢要滅全家 你什麼 被人抓了 判了什麼 我不記得了 是不是 事實上你是做過這件事 是不是 那當你去到今天的時候 你又為什麼不用同一個標準去處理呢 當然 去到 如果你說到 喂 不是啊 現在 泛民 那些人 他們去聯署 要求 要求 律政司 用公安條例 去抓了何君堯 等同於 就是說 喂 那個人 說 啊 屈永賢要死全家 那個人 那些人 你們都贊成用公安條例 抓狗他了 嗯 因為我們理解公安條例 這個 這個是惡法 這個是我們都說了很多年 97之後才是恢復的惡法 是 那你變成就是 如果你們作為民主派 你們作為民主派 我覺得上個禮拜 譬如說王陽達 他講得很 很 充足 說那些狼仔說 喂 那你現在 我們在說的言論自由 我們追求言論自由的那個標準 其實是真的 你說什麼東西都可以 是 只要不是恐嚇 只要是真話 只要是一個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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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誣蔑傷害人的說話 你都說得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說說到報警這一步 其實我也覺得可以報警 但是你要有一定的立場 你才知道 當我是周樹峰 對了 如果我是周樹峰 我聽到何君堯在台上 說到這番說話出來 講港獨的都要殺 我感覺到 因為我主張港獨 我感覺到我的人生 是真的因為何君堯這句說話 而感覺到人生安全的 而事實上周樹峰也真的面對過 那些阿叔走過來挑釁他 就是想打救他 是的 我在人生安全 受到威脅下 我當然是可以報警 去告何君堯 就是報警 對何君堯說他恐嚇我 絕對可以 很容易理解 即使你當我對號入座 甚至乎我 甚至乎我 不要說周樹峰 我 我是主張香港獨立 我提倡香港獨立 我支持的 咦 何君堯說 香港獨立的要殺無死 是的 我也可以入座 我也可以入座 我可以用這個理據 其實 如果你說在公安條例方面 去逼領這個律政司 去檢控何君堯 就有些 因為從根本上 你們這班泛民 就是反對港獨的 是 你們之前一次又一次 立子傳召 告訴公眾 你們泛民就是反對港獨 不支持港獨 不贊成港獨 喂 為何要這樣說 何君堯說一句殺無謝 關你們什麼事 而且 老實說 這一方面 我相信 對的 就是 其實 我向著公眾 我想深一層 其實如果我向著公眾 我去跟別人說 喂 搞港獨的人 千刀萬寡 萬寡 殺無謝 老實說 真是拘捕我不了 你真是吹我不笨 其實如果我真的這樣說的話 為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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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過 說過 我又拿回屈永賢 來做例子 是嗎 是 他說得明是屈永賢 是不是 那當然 首先屈永賢可以選擇報警 是不是 那當日警察是否引用公安條例 的時候 那當然 一定是有一個政治的判斷在裏 是不是 他究竟是因為屈永賢來報警 所以我要拘捕他 還是因為我單純地引用公安條例 反正這個公安條例放在裏也沒有用過 試一下 哎呀 告得入 吐你路尾 這樣 Billy說什麼 哦不是 剛才的 好了 然後 何君賢 這樣走出來說 講港獨的人 殺無謝 的時候 哎 我又真的這樣說 你就算 你們真的去報警 夠不夠了抓他 當然不夠了 以這個政治這個 用政治尋來看 那一定不夠了 是 不受理 是 因為 其實那件事 因為是雙重地不具體的 搞港獨本身不是一件具體的事 搞港獨的人說要殺 也非常不具體 如果我說 不是 在蘋果日報做的都殺無謝 很具體 很具體 我是有一個目標指向著某一班人 現在不是 我說搞港獨的人是殺無謝 吐你了 你不會 現在你會走出來說 哇 我做港獨 吐你了 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 還有搞港獨這個用詞都很虛 怎麼為之搞 有沒有 你搞什麼 我說提倡港獨 或者我是支持港獨 我是不是搞港獨 那這個就要問回何君賢你的定義 那就是龍門任他搬 到時 對不對 所以 我們想來想去 其實 為什麼你何君賢 會夠膽在那個場合說這些話 喂 今天他真是心知肚明 你真是抓我 你警察 我真是不會犯法 因為本身搞港獨這件事 是一件很虛無的事 這個我也太深入了 這個政治氣氛底下 他不會搞狗 當然 這個人也是 就是 你那個理據 是一個很理性的分析 還有 我覺得之後 接下來的時候 也是 就好像 你說那些人 可能上個星期 我們也有份說 從奪公民廣場的 奪字 那個殺字 問題是 我在說從奪 奪什麼 奪公民廣場 一件是實質 一個具體的事 而這件事 真的發生了 你真的衝了進去 所以他就有一個 這樣的理據 但是當我說 喂 殺搞港獨的人 喂 你可不可以搞港獨 你走出來回答嗎 很不具體 那你做了什麼 在搞港獨這件事上 我說 我說 喂 這樣嗎 除非他 何君堯說 說都不能說 說都不能說 是涉及這個言論 那倒是 說港獨的都殺無死 不是 搞港獨的都殺無死 搞港獨是一件不具體的事 你說 重奪公民廣場 是一個具體的事 而是一件真的會發生的事 所以你真的很難說 他不會想到這樣 他只是覺得 他那邊是 贏狠硬 才會亂說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但是 因為我又想重回 講道理 對吧 在這件事上 如果真的要爭論 要說 他說 他走出來 向公眾發表一些 就是說 你在香港地 是有一班人 譬如何君堯 他是會認同 只要你做了一些事情 出來 是我不喜歡的 是 我不喜歡的 就活該要殺 殺無死 就等同於 如果我走出來 我走出來說 不是的 香港 總之犯強姦的人 都殺無死 是 你會不會覺得 我狠狠 橫無無理 那他強姦 最多不是抓他坐牢 殺什麼 你瘋狠 是嗎 如果 如果你不喜歡 因為 說到底 已經不是犯法的事情 就算我說 犯強姦的人 都應該可以殺 那也是我個人喜好 因為本身香港地 是有法律制裁這件事 是 不是 本身香港地 又真的沒有法律制裁 搞港獨的人 你不要跟我說 基本法 基本法 並不是我們普通市民犯 基本法是約束 政府的 約束你的政權 不是約束普通市民的 你說什麼 你怎麼說下去 所以 就算我真的要從原則上 你說他說到殺無射的那件事 真的抓不到他 我覺得 表面證供抓不到他 是啊 你真的抓不到他 好了 因為這件事 我好像很敢說道理 但其實 方家很多人都不會這麼想 包括建制派的人都不會這麼想 葉劉淑儀說他蠢 蠢也可能是 看你什麼角度 譬如說 你當他是自己人 是 你又想 不要這麼多東西 是 你這件事不用說 這麼笨 我覺得葉劉淑儀說這番話 是 割蓆 以他的立場說 他也是 就正如 就正如 泛民主派的人 說衝的就是鬼一樣 是啊 因為你們又不主張衝的 你們是主張 司機賣屎 司機賣屎 怎麼叫做司機賣屎 喂 很簡單的 我是打算 賣屎 是不是 我搞928 就是雨傘運動 我搞雨傘運動 我也是 搞過運動而已 是啊 你老母 你不要真的跟我爭取公民提名 大哥 如果你們真的被你這樣衝贏 爭取公民提名 我便沒有屁股 那我手上那一票 你老母 那些什麼 民主三百家 你以為他今天才想到嗎 他早就想定了 是嗎 那我 我 我有什麼做 如果真的一人一票選 我一定會輸 我一定會輸 是嗎 只有可以後 這個小圈子的一個制度 我爭取到三百票 他們以為 我爭取到三百票 我就有 bargaining power 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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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爭取到公民提名 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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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打工的角度 就是這樣 同樣 同樣 你葉劉淑儀 喂 神經病 幸好 幸好現在有些人搞港獨 不是我怎麼選 大哥 幸好有些人這麼狠狠 如果不是我這些人怎麼選 是不是民建聯盟全勝 不是 其實泛民的想法也是一樣的 幸好有些人比我的 我所謂的中間路線就有市場 所以 你亦可以倒過來說 所以葉劉淑儀就是急速割席 大家真的不要以為 我好像 大家都是愛國的 你不要以為 我和何君宜一樣 這麼瘋狠 我建制派 他也是建制派 但是 我是講道理的 是的 我是不打打殺殺的 是的 他是胡亂說的 陳大明說 現在那些人覺得做什麼都沒有成本 越來越膽一步一步一步推前 但是 我 因為我 其實 這一局怎麼賭呢 譬如我陳大明說這件事 怎麼賭呢 如果 好像陳大明說 那些人真的會出街胡亂打人 我覺得暫時來說 他們都是屬於打嘴炮多些 是的 為什麼你覺得他們最近很囂張 是 心紅 是 沒有人能支持他 可能以往 在立法會裡也有個黃毓民 地圖炮過他們的罵 現在誰罵他們 是 沒有人罵他們 就是 這個很正常 當你囂張習慣了 他又覺得說什麼都沒有 做得到我 是 我說 說而已 是 沒有所謂 是不是只有港幣 喂 在今時今日這個階段 長毛的落水狗 真的不趁現在打等幾時 真是老實說 真的狹路相逢 在街上看到 對 他又沒有意願 拿著攝影機拍你而已 神經病 你走過去推推撞撞撞 你這樣救人理你嗎 最多就是大家判 公眾地方行為不檢 就拘捕 還有你做了那麼多 除了你撈鼓劃 撈鼓劃那些 撈鼓劃那些 或者沙華那些 你一般香港市民 或者從事這些社運運動的話 喂 你十幾二十年裡面 有哪一宗真的打得很厲害 就只有一兩萬 有一萬 其中一萬 就是 那些黑社會 他們都是因為那裡夠亂的 是 一定抓不到他 真的爛仔打 打市民有多少 就是那一兩單 是 那場面混亂 出來混水摸 就是你陳正新平時說的 都這麼兇狠 對我臉頂長 怎麼會這樣 因為又是水 喂 老實說 如果現在 陳正新旁邊有幾個男人 看你的樣子都很兇狠 打夠長毛都沒有 沒有 蓋他兩巴巴也要 被人拉上警局 又有安家費 大哥 是呀 值不值得 我真的蓋長毛兩巴巴 我頂用坐幾個月 英雄 是呀 在那些人心目中 即是說 即是說 對於動不動手來說 在某些人來說 是一條底線 其實也是 即是說就兇狠 做就混亂了 這些人 連建制派也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對 都只有一個急字 不是 建制派是土共 連土共也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尤其是像何君堯這些 搞笑了 即是有人和你割蓆 這些 這些都是 都不意外 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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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去質疑你的律師執業資格 話說他因為他自己是這麼說的 他是之前在歷歷那裡 他自己是這麼寫的 他是新加坡的執業律師 很多個體股 他是加拿大的執業律師 香港 新加坡 加拿大 後來發現有人去查 有人去查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是這樣的 如果你真的要玩和平理性非暴力 對的 努力點做這些 努力點做這些 最好逐個建制派有什麼東西去查 你們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是做這些 其實都不是第一天 你說之前那些 郭佩帆的巴基斯坦大學 是 但是那些查不到 是 是 你那些什麼 那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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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燭下去打卡 那些 臥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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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他自己讀什麼大學 他自己也不出 你讀那些什麼大學 不出 這件事 這件事 好了 何君宜被人質疑你的資格 因為他去查 新加坡他是有律師的資格 但是就沒有 不是 他應該這麼說 他不是那一隊的執業律師 他只不過有一個資格 其實他沒有牌的 在那邊 就是說 就算他要在新加坡執業 他也要拿回牌 但其實他現在就沒有 但是他就不能夠寫自己的執業律師 簡單來說 是不是他在新加坡讀過律師 對 應該這麼說 我覺得是再簡單一點的 只不過是新加坡承認他的資格 因為他在那裡讀書 新加坡是承認的 你只要考 我就給牌子你了 你考到就給你了 當然考的牌子不便宜 我相信那件事應該這樣理解 加拿大一樣 是吧 何君堯讀的課程 刑賀的 在新加坡 畢業證書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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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一下搞一下 改 包括在立法會的網頁 改 全部 先說 譬如何君堯這些 都改了 他的 他的 律師的資格 全部 就變成了 執業律師 資格 他只是有資格 他並不是執業律師 這樣 那 鬥了 什麼搜紋之誤 你說完這次 好了 之後 他也沒有遇過這件事回應 不是 他有這樣說 何君堯有說過 這些人雞蛋 去挑骨頭 每個人都是這樣說 每個人都是這樣說 哪會有人質疑 不是 轉個頭 郭佩帆和 柯創勝 他不是改 直接刪除了 刪除了他的大學 什麼律師資格 刪除了 他更壞 連改也不能改 是啊 不能改 他可以改 你加上小學畢業 中學畢業 什麼幼稚園畢業 那些什麼填飾比賽冠軍 那些什麼 做什麼義工 服務滿了多少小時 然後去過什麼冒險樂園 玩過波池 還寫下去 原來何君堯 有人這樣說 我不肯定 何君堯讀的那間 是超廢的 英國一百二十幾間大學 他排第一百二十幾 其實老實說 都是大學 其實老實說 很多人都是這樣 但是起碼不是那些 什麼菲律賓國立大學 那些 那些簡直是假的 英國大學 是啊 你不要理他算不算 都是英國的大學 都是國際認可的 沒有什麼 那當然 我們背後笑究竟是另一件事 這件事我不會笑究竟 不是好笑的 那你 我還沒讀過 我還沒讀過 我還沒讀過一件事 始終都是 能夠在英國的其中一間 九樓的大學 什麼都好 畢業都是 因為他有努力的 是 那 最好笑的是 湯家驊說的 老實說 湯家驊說的 老實說 其實過去很多人都有這樣的實實聲明 例如郭佩帆 嘩 很直接 是 是 其實 某程度上 上位 靠這個時候 你這樣說一說完 你便可以間接 不是 你便可以直接騎著郭佩帆上位 如果以湯家驊這種說法 一早已經騎了 其實湯家驊不需要說這些 不過這些更加落井下石 郭佩帆 假假的都當選 是 你湯家驊說都選不到港帝嗎 但不是 選不到 他在做行政會議的成員 是在說什麼 所以他敢說 對 對 很槍有力 是 之後的評論都沒有什麼 OK 都是那些 你說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 假學歷那些 都不是第一天的事 不過當然 當初爆出來就覺得好像很震撼 假學位 欺騙公眾 轉頭就忘記了郭二井 繼續高床暖寢的坐在立法會裡面 其實何君儀這件事 其實家裡爆出來了 嗯 但會不會好像以往郭佩帆 什麼柯創成 隔了一兩個星期之後 沒有那件事了 何君儀又繼續 每個月鬥十多萬 是 人工津貼 既然大家把這個話題炒得這麼晚 是否大家要辭之以恆 繼續去扯下去呢 我覺得是要找一段 大家不要那麼羨慌 嗯 不要那麼快 那麼容易被另外一些新聞 蓋了這個新聞 是 如果你想真的 令到所謂的建制派 或者土共組織 來一個士氣上的挫敗 其實這個是很好的機會 是 對 當然你說用什麼方法 我不知道 大家用你們的方法 繼續去轉 怎樣去對付何君儀 因為在英治時代 曾經是有個議員 當時不是 不知道是那些 到很多年前 是因為有人用行使假學歷 而被判坐牢 有議員 是 我忘記了什麼名字 我剛才看過 有些人是有這樣說過的 咦 Billy有沒有資料提供 麻煩 那就是啦 你在家裡幫忙做些事 咦 范婦人有話說 哦 即 范婦人她說 何君堯 或者是受到集會的氣氛影響 不應該只是拿她一人做例子 沒有必要逐一計較 我不跟你計算 你嘗試犯罪理太敢說 我一樣跟你計算 但當然啦 這個也是我剛才這樣說 喂 不用急啊 即是說殺無射 我真的覺得抓不到她 抓到她也告不入 即是就好像 我看到David Tang 他也是這樣說 喂 去到今時今日 即是因為盧偉聰也是這樣說 都是要看回她 即是那個 即是 其實盧偉聰的說法 我記得好像有些跟我剛才說的差不多 都是要說她那個 當時的說法 究竟有沒有觸犯到條例呢 這個是要再 再研究的 但是問題是 即是 David Tang就這樣說 喂 老實說 去到今天 隔了兩個星期 你衰衰的 你迫她回去問個話都要 但是我就這樣說 喂 衰衰的 因為有時候說這些說話 其實你跟那些泛民 沒有分別 喂 衰衰的 如果我用你這個標準 我衰衰的 長毛一個月要去多少次警署 你想想 什麼每個月 每幾個小時去一次 就是 喂 那你羅冠聰那些 你真的不要說 羅偉聰 羅偉聰 不是 我是想說 那些搞社運的那些 那些 就是羅冠聰 對 喂 你們這一班 如果真的學你這樣的標準 警署 喂 怎麼都 抵她回去 落個口供都要 那如果是這麼說 你們就很不能有空 但是要停三個小時去一次 所以我就說 有時候 那個所謂的公道果農 就是說 好像泛民 喂 你說他們 叫律政司 用公安條例去抓狗何君堯 喂 我相信 他們當然不是說 認同這個公安條例 但是問題是 就是玩而已 找東西搞而已 我覺得你泛民 你有個立場 我覺得OK 但是你用錯了一個 方法 是 我覺得你只是聯署 去譴責何君堯 我覺得OK 夠 是 如果你再 再 好像 好像教律政司 怎樣去抓狗何君堯的話 是 我覺得你用錯了方法 是嗎 真的同一個標準 喂 如果他這樣抓狗 大耀廷 你準備三個小時 上不同的警察 拿一次口供吧 你不應該這樣去想 那件事 是嗎 而且每個人都是律師 我真的不明白 喂 喂 可能也是 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是律師 是嗎 看法律 他們一個不貴 就拿了最高標準的看法律 就糟糕了 就出事了 整個人都做了這些 這些事情 唉 所以是 唉 真的 沒有辦法 這些事情 那你說 究竟 何君堯的這個 包括這個 薩無社的言論也好 因為 還有一個 平山鄉市委員會主席曾樹和 不是 他說 對 殺無社的事件 劉業強 對 這個鄉議局主席 劉王發的兒子 劉業強 這個 應該這樣說 我要學一下蘋果一部 世襲相傳的鄉議局主席 劉王發的兒子 劉業強 他這樣說 劉業強也挺可憐 你不說這些背景出來 我也不知道劉業強 就是劉王發的兒子 世襲製的鄉議局主席劉王發的兒子 劉業強 對 最後 他就回應事件 他說不評論有關言論 但重新 這個言論是不代表鄉議局的 哦 因為 何君堯 曾樹和 這些都是 跟你們鄉議局 關係密切 我只能夠說 對吧 就算你說當日 何君堯在新界西去選舉的時候 李鄉議會 有沒有插過手啊 照顧一下 照顧一下 心知肚明 這些 真的 有多少主婦站在街上 幫他派傳單 我記得當時我們節目也說過 哎 就是拿著傳單在那裡 喪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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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肯是做街斬 他的傳單是軟軟的 是啊 你拿不拿就無所謂 這樣吧 一個又一個 跟何君堯割席 譬如謝偉俊也有說過類似的話 也有說他們蠢 說他們那些 建制派 你說 這件事 對於何君堯可以有多大的打擊 我覺得也不及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厲害了 我先找找 話說何君堯 之前 不是 我先說這件事 不是 因為這件事也好笑的 網民說 有網民說 我們都是何君堯 哈哈哈哈 是否玩得太難呢 這幾個字 他們就是這樣的程度 我講一些藍絲 死絲的絲 他們只是這樣的程度 是不是 何君堯一句說話 警備反對派大做文章 更有冷血黃絲支持者 恐嚇何君堯 我不知道是誰 誰 我不知道 可能是說我 全城蛙言之勢 大批網民力撐何君堯 其中 命中 不知道 不知道 什麼 撐到底說我們都是何君堯 一起站起來 撐何君堯即LIKE 請廣傳 幫港出聲 幫港出聲 金句 這個可以叫做金句 不是 因為其實 他為什麼要這樣叫出來 想撩你 撩你 撩你吵架 你幫港出聲 其實 真的給自己人看嗎 撩你進來吵咬他 我喜歡他的項目 這個是其中一個好笑 另一個好笑 就是 何君堯 他之前在Facebook做Live 做過Live 就是去招呼你們這些指控 說你們吵架 說你們無聊 咦 就被人發現了 這個地方 我不知道是他的家 還是Office 因為如果你說家裡 有這樣的層設 我一點也不意外 如果家裡有這樣的層設 因為我認識一個朋友 他會擺觀音 他家裡的觀音 很大 就像大埔的觀音山 那麼大 那也沒這麼理會 就是他整幅牆 他為了他要裝箱的位置 他上面也裝了秋風系統 整個神壇 很漂亮 他做得很虔誠 對 他很虔誠 我又不知道 梁君堯 何君堯 其實他比起我朋友家裡 那些都是小毛 有一個佛教宗人 他發現了 這個觀音像下面有兩個公仔 不是那邊 有兩個公仔 圈了兩個公仔 這個佛法宗人就說 基督徒的觀音像下 不是 基督徒的觀音像下 花露童子 記藏了一隻靈嬰 哦 花露童子 這隻叫做花露童子 是 他就說 這隻裡面 記藏了一隻靈嬰 我想是 類似他們所說的法眼 是不是跟養鬼仔有沒有關係 對了 有沒有關係 留意 何君堯 雙目下的眼線 即是術語的臥蠶位 這些 即是眼袋 暗啞無光 是早年打胎殺業所致 他說的 打胎就是什麼 落仔 殺業所致 因為 如果根據他這種說法 我突然又派一下花生 哈哈 這些通常說什麼 譬如有一些 拜佛的人 或者拜觀音的人 他們很相信這件事 他們落仔 他不會說落了 是殺業來的 做自己的兒子 通常他們會怎樣 有些人會把他寄藏在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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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稱的養鬼仔 俗稱的養鬼仔 因為他不是說 他不是說 我們之前看電影 說泰國養鬼仔 我們來搞搞人 他不是 他只是說 因為 據說 落仔的靈魂 就是寶寶的靈魂 是超不到的 是 因為他很大怨念 因為他 他被親生老爸老母殺 很大怨念 他超渡不了 所以 你唯有一點 你超渡不了 他有可能 回來找你報仇 唯有一個問題 就是養著他 在那個地方 繼續 跟他 撫養他 搞好關係 是 我的理解是這樣 聽聞而已 聽聞而已 就是坊間有這種說法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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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要說他的名字 發言命相 周發言說 不是我講的 他講何君堯 這件事 但至於你說養鬼仔的傳說 我理解就是這樣 所以 但是 偏偏 這是他的說法 有些什麼 餓殘位 就什麼 暗雅無光 他講 我不知道 我不懂看 我只想看 跟眼袋沒有分別 跟眼袋沒有分別 大家來時賽 但是 主題是什麼 基督徒的觀音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很多建制派中人 都說自己是基督徒 是基督徒 譬如曾蔭權天主教堂 林鄭 林鄭也是基督徒 天堂留了位 梁美芬 好像葉劉淑儀 你明明信耶穌 走去賣斜貢 還會被其论 那就是被人打 何君堯一一樣 你明明信主 拜官蔭 這麼奇怪 先帶回耀廷 這個地方 究竟是他的辦公室 還是他的家 還是其他地方 不知道 不知道 當然我也沒有一個百分百的肯定 這個觀音像是他拜的 這樣 可能是他的家 或者如果這個是他的辦公室 這個可能是他的partner 的擺設 你怎麼知道 我幫你繞 何君堯 你作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 你僅要跟你的教友交代 要不然你想想 你走出街又抬尾頭做人 你回到教會又抬尾頭做人 另外就是 昨天 最後一樣 昨天還是前晚 星期六晚 我記得 在深水埗 發生了指名的巴士交通意外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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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意外 當然是 我都說 意料之外 所以 理性的香港人 很快 很迅速地 就把這件事 引伸到 究竟 巴士司機的工時 會不會太長 因為 根據法例 巴士司機的工時 是有一個監管的標準 而 他也有說到 譬如有些巴士司機 他為了想賺多些薪金 就用這個OT 主動OT 主動OT 去補回薪酬 這樣 因為 那個意思 其實就是說 他該死 他不是說規定 你必須要 只能夠 回多少個小時 他不是這樣規定 其實 正等於 他是倒轉 他是規定 你必須要 有多少個小時 下班時間 該死 不知道 我不知道 為何他會這樣定 他這樣 變成有個 走站空間 對 都給你機會 是 其實 變相是鼓勵他們這樣做 會不會這樣說 我覺得 地面的交通工具 應該 海上的交通工具 以及空中的交通工具 我覺得應該是 同等的 是 對 以我所知 可能有錯 因為完全沒有找資料 純粹憑記憶所記 機師 飛機的機師 其實都跟這個 這個全世界一樣 就是有一個最長的飛行時數 是 譬如說 我印象之中 好像是12個小時 還是13個小時 飛機 對 巴士也 不是 他的休息時間 要有10個小時 如果他要 飛超過了12個小時 是 他不可以飛超過12個小時 如果他要休息 至少不知道幾個小時 是 其實情況有些 跟巴士司機的工時有些類近 但是我覺得 意義上差很遠 是 對 我限制你上班的時間 這個我覺得是最直接的一個 一個保障他們 因為這個才是直接保障到他們休息的時間 你只限制他們最少 要有多少個休息時間 但是你又不計算他們的OT 那就是怎樣 就是怎樣 因為 事實上就是 你巴士公司 有一個 為了節省成本 而減少請人的嫌疑 在裡面 是啊 就是這些 一般老闆想縮數 我怕請消的人 會做多些 正常老闆想法 對不對 那我補一點OT的錢給你 那便 那便了一件事 他也不需要 因為 請一個人 即是 你去OT多三個小時 和我請一個人回來做三個小時 這是兩條數 是啊 其實很多公司都是 以我所知 有些咖啡店 一個全職一個part time 是 其實他就省了一半個人的工 是 還有part time 一般來說 你可能付出的成本 即付出的薪金 只不過是一個 full time 的四分一 那因為我今早早 我又看到一宗新聞 他又這麼說 他說食環柱 那些外半職結工 原本有一個最低薪酬 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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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工資 但是那些含家產 那些含家產 那些含家產 即是我講食環柱的含家產 那些含家產 就是為了縮數 那原本 他們有一個叫做交耕時間 15分鐘 那這個15分鐘 其實就是計入工作時間 本來 他現在就說 那15分鐘 不計入那個工作時間 是 那便變了 那些含家產 這次加了薪金 歌頭就給他省了一段 那些含家產 你明白嗎 有時候 那些事情 你可以想到 那件事這樣無恥 而這件事 我覺得一個直接的事情 就是我相信很多人 是很久都沒有再提到 那件事 就是外判的制度 因為你政府 把他本身的工作 外判出去 給那些含家產做 那些含家產為了 那些含家產 那些含家產 他就做這些事情 所以為何會出現很多 那些食肆也好 政府暴容也好 其實最離譜的就是 要判 是 何止一判 二判三判四判 什麼都有 從中到最得益是什麼 就是那些判頭 是 那些人工就越壓越低 因為最主要是 另外一個更加恐怖的消息 就是什麼 就是要考慮 引入外勞 是 他說因為 香港 有些工種 就真的 沒有人入行 譬如 可能在講一些 譬如清潔 或者可能一些 地盤 因為地盤 有很多工種 做地盤 其實還有一些人 可能覺得 做地盤是很好賺的 做地盤很高 做地盤 但是 地盤是分很多工種 例如你在地盤 撿泥頭 你想的人工有多高 是 因為你不是技術 你不是紮鐵 人工當然高 去到今時今日 紮鐵 那些什麼 駕駛機車 是 是 因為地盤 它有一個 集工 我記得通常都叫集工 甚至乎是那些 走出馬路 負責過 轉牌 都是集工做的 但是那些集工的人工很低 因為這個沒有什麼技術的要求 沒有什麼技術的要求 現在有人說 不知道什麼人力資源 還是什麼 所以我說剛才那些 調查的那些 就不肯應該回覆他的 你老母 給你那些數據 你用來餵什麼 跟我說你要申請外勞 當然 一說到申請外勞 很多人都會覺得 可能清潔工 難聘人 好像有一次 我們六個人去吃東西 我們去上次吃的那家上海食物 在新葡江上海食物 我們六個人去吃 那些時候 他那裡有小籠包吃的 一籠五隻 五隻 就五十元 十元一隻 他又說我想用小籠包 我想多加一隻可以嗎 我給你生的你嗎 那阿嬸 我給你生的你嗎 我給你生的你嗎 那個籠包只有這麼大 我怎麼蒸多一隻 我心想 你老母 那你在那個籠包拿一隻 出來另外裝給我 行不行 而是 我覺得 你有沒有必要串救我 你又說可以 因為不行 不行 廚房做不到 那裡放不到多一隻 就算我問你 那你另外在那個籠包拿一隻出來 又行不行 你都可以回答我不行 是 因為你還可以大救 因為我之後就想來想去 因為那個小籠包 我看一看廚房 他真的馬上蒸 他不是蒸還是一排 然後逐隻筆給你 你叫他才蒸 新鮮 我明白 你說 你穿揍我 我幹什麼 然後我就跟朋友討論 我覺得這樣 社會為什麼沒有進步 就是因為這樣 是不是 喂 你當然 你可以拒絕我這個多加一隻的要求 是 但其實我又想深一層 你的廣東話都說不正的 我不知道你來香港幾一年 但可能 你想一下 這個位置 其實 是應該香港的年輕人做的 這個適應的這個位置 可以是 可以是 看回其他國家 例如台灣也好 日本也好 你留意一下 很多食肆的適應 都是年輕人做的 是呀 公獨生 是呀 社會普遍 可能台灣或日本其他原市 不知道 就用台北來做例子 大部分的食肆 高級餐廳也好 或是 戒變 檔口也好 很多都是年輕人做的 是 是 所以 我又想想想想 為什麼這個社會沒有進步 而是 我是看死這個阿姐 我是看死那天 隔咎我的那個阿姐 你接下來這二十年 都只會做這份工 沒有人做 而是 你接下來這二十年 都一定只會抱著這個態度 去做這份工 我心想想 這間店是我的 是啊 你是沒有想過 去將你的服務質素改善 為什麼要請年輕人 因為年輕人 他會因為想做好這份工 而去改善他的服務態度 而這些阿姐是不會的 他是不會改善的 如果繼續這樣下去 即是你的餐廳沒有進步 那好吧 然後 我又不得去想這個問題 你說 你今天跟我說 有一些低下階層的工作 請不到人 沒有人做 那我就這樣想 喂 我用外國來做例子 外國年輕人不掃街嗎 外國沒有年輕人做清潔嗎 有啊 我很記得 那個在淡水 收垃圾 我也記得 那個垃圾車 一邊走一邊響音樂 之後那些店鋪就要 嚇嚇嚇嚇嚇 拿那些垃圾出來 因為車子走了 他就不收你了 他就不理你了 你就沒有地方扔了 那一邊走一邊收 那就是年輕人 因為我覺得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香港特殊情況 他洗碗要請一個人 清潔要請一個人 嗯 其實可能有些 譬如我又拿台湾做例子 他的店鋪就是 他請了工讀生 一腳踢的 所有事情都做了 所以他們不會分 這些叫低下階層的工作 這些就是 叫做進一級的工作 即是說 在香港對於階級的觀念 是很重的 其實這件事也不是今天 這件事在我小時候 已經是 黑了在我心裡 而是 那些老母子又很喜歡說 你為什麼要讀書 是 大一個就像他一樣 是 你知道誰嗎 傻家那個 是 是 對 對 台灣 我覺得之前不知道哪個電視節目 他有訪問一個 賣雞扒的人 雞扒妹 不是 是一個男人 雞扒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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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 那件事是 當 當你會覺得 那件事是 你說你低下階層的工作 沒有人做嗎 因為 你是很明顯會知道 就是說 如果 OK 我沒有所謂的 我不聰明 我讀書不多 又或者 我 總之我差勁 你當是 我差勁 我都不會選擇去做一份清潔 因為為什麼 做清潔 你真的賣不起樓 就是如果 就是如果 你現在的這個社會 現在的這個社會 灌輸到給人聽 那件事就是說 喂 不是 就算你做地盤 就算你做集工 你賺出來的人工 都是足夠你在香港生活的 這些工資怎麼會沒有人做呢 是不是 現在的人就是 走來告訴你 喂 不是啊 你做地盤 你哪個生活的 做地盤這些是什麼 就留給大陸撐身移民做 是不是 因為他們吃屎都飽的 你們是抱一個這樣的心態 要不然你說什麼輸入外奴 為什麼你要輸入外奴 你香港沒有人嗎 而是你在灌輸一個 一個 一個 大陸 一個 一個 價值觀 這叫做低下階層 是低下階層 這是低下階層 是低下階層 是低下階層 就是低下階層 對 低下階層 我不覺得臭 你想一下 你找一個年輕人入行 你叫他想一下用什麼方法 令你的垃圾車不臭 還有我十多年前 十多年前 好像是跟你去台灣 去頂太楓城 我不知道你那次在什麼地方 走了很遠去頂太楓 去頂太楓了 你老妹 我記得想頂太楓了 你說起我生氣了 要等位置後就頂太楓了 記得招呼我們是年輕人 是年輕女 是美女 是的 然後我們去廁所 有兩個姐姐在洗廁所 兩個都年輕女 洗廁所 我相信那個女生不是正常負責洗廁所 可能大家偏僵 輪著洗的 就是Mary你洗 明天就是Mae洗 這個是大家沒有分到誰是低賤的崗位 輪班就是這樣的 你做櫃桌就高級一點 沒有這件事 大家很公平 輪流做 大家都是公讀生 或者大家可能都會鬥這麼多人工 就是輪流做 是的 就是因為你整個社會都在灌輸一個觀念 就告訴別人 這些叫做低下階層的工作 對呀 價值觀問題 對呀 你作為一個年輕人 你永遠就是站在一個 你必須要考第一環境上長大的時候 那你當然沒有人做的 這些工作 然後你走來跟我說 你要輸入外勞 說真的 你輸入外勞也不是一個問題 但是 你輸入了外勞 他打住這一份工作 它夠不夠生活 都不夠的 結果你就繼續去製造這個貧富懸殊 然後就有施麗山的幫手 然後他們那些 你想一下 我真的當你在中國下來 打一份地盤集工 你說輸入外勞嘛 我來打一份地盤集工 那我住在哪裡 又是劏房 你給公屋住也不通 你有這麼多公屋嗎 說 你浪費夠氣嘛 你跟別人說輸入外勞 那句話 你輸入外勞 他住在哪裡 你又淪淪了我的公屋 我剛剛才跟年輕人說 其實他應該不合資格的 我就說 你應該奉勸你身邊所謂 你合資格的都申請公屋 因為那間公屋是你的 那間公屋是你的 那間公屋是你的 到時你住不住你再想 但我覺得你應該要先申請 有理沒理 就算你讀大學你也不理 就先入資 是啊 當你出事在你面前的時候 可能你適合 千萬不要像那些粉蛋在那裡說 是啊 但是年輕人拿公屋 住公屋不是很便宜 住公屋 住公屋 神經病 公屋才偷女 很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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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覺 即使你同一屋一串下 是 你就是鬥約12000元 per月 但是你想一下,你六萬二元過月,你有公屋住,你年中節省多少 你一想通這件事的時候,你就打破了所謂的階級觀念 社會就進步了 希望吧 我想的太簡單了 突然想到很正面,我也不知道怎麼回答你 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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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夠了,今集說到這裡 又說說巴士,說說職業,也是一樣的 你想一下,你說巴士人為什麼要多爭取幾個小時的OT 又是因為他本身的工作不夠用 就是你嘛 代遇問題 如果你駕巴士的,他們都是住公屋的 一家大小,有公屋住,舒舒服服 他人工怎麼會不夠呢 是啊 那他就不用隔硬要OT多幾個小時,餵了幾個水 當然我不知道他的背景是否因為 那個份量不夠,然後要供樓,而踩多幾轉 我就不清楚了 我覺得這些是冰山一角 我只說公屋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平時吃,衣食住行 不只是公屋那麼簡單 是 其實很危險 坐巴士司機很好,坐車不用錢 坐巴士 就說你貌似好像很安全的城市 是 這個暗藏危機就是這宗一個很好的例子 是 你載著幾百幾二百條生命在車上 是 你一個稍日不慎 或者一個瞎眼睡 就死幾件 是 這宗是其中一宗 很多年其中一宗 又是屯門公路整個巴士掉下去 是 又是 一宗悲劇 所以就是從事這個物流業 巴士的物流業 做司機的應該要有充足的休息 待遇是應該給 不可以分成 是否低下職業 其實他的責任很重要 當這個社會我們眼見的 所有的一些有規模的企業 都已經用盡了所有的方法去賺到盡 炸得乾 是的 不論是你的盈利也好 所有都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賺到盡 而在你那裡打工的人 他拿著你那份薪金 是不能夠我生活的 是 那你怎樣繼續做下去 這件事 我覺得 這次這件事是社會崩崩的先兆 這個巴士意外 你今天就是巴士司機 你明天就不知道有哪個行業 就會再出了什麼意外 之前日本就說有人 做事太忙了 跳樓死 有這樣的新聞 香港還沒有 難道每一次都要去到有死人崩崩的時候 大家才懂得稍稍正視這件事嗎 稍稍的 巴士這件事過多一個星期沒有人理會 是啊 可能是何君堯事件 過兩個星期沒有人理會 是啊 經過巴士司機工時過場 或者要踩多幾轉才可以抵達生活的成本 轉兩個星期又沒有人理會 直至到下一單 下一單悲劇再即時發生 是 他再出來說兩句 就忘記了 又忘記了 又再無限路 對於反對派的打壓 是吧 你不打到一個人死 也不會有人關注 所以我覺得長毛應該捨身成人 走出去被陳正心打和 梁博 對 我沒有意見 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